现在想请你帮我们稍微解析一下 就是这次大家在讨论一个东西 就是包含的是北溪二号 那北溪二号其实在俄乌准备开打前 就备受讨论 你可以稍微帮我们讲一下 北溪二号的关键性 跟为什么现在他们要坦承 北溪二号的坚持是一个错误呢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错误 那个我觉得 德国总统 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这边检讨 其实是一个政策的辩论的开始而已 那么事实上 德国我觉得他们从这个 这个战争的时机 对他们来讲对德国是很不利的 因为德国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 所以碰到这么大的挑战 德国几乎是完全跟着美国在走 那么甚至在这个北溪二号上 他们把他们这个商业利益 经济利益也很 怎么讲呢 就是说没有很长远的一个计划家 把他怎么样把他断绝了 这个到底对德国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应该往前面看 不是回过头来看说当时做的是对 还是错的一个抉择 当时觉得是对的 因为当时没有人看到这个战争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如果要说当时不让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我想基本上的话 如果是加入北约的话 可能当时的俄乌战争是提前开打 这个不是说要等到现在才开始 那时候乌克兰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准备的条件 那很难讲 不过就是说我觉得他们现在回去回顾历史 其实是不公平的 因为那个时候都有那个时空的条件 而且你现在当你现在要看这个俄乌战争 今天我们实在来说起来的话 你如果说今天这个俄乌战争真正的起因 很多人不是只看眼前的这个静音 我们一件事情它有它的忠诚的原因 有它远程的原因 那很多很多这些声音被西方这个媒体 所过滤掉的声音都认为 今天乌克兰是被美国一步一步 引入到今天这场战争来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 这个是我们从各种角度 要从360度立体来看 也有一派说法就是说 今天普丁是被美国一步一步赶到一个墙角 逼着普丁做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动作 美国何尝不是在很多地方做这样子的事情 对它掌控出一个政权以后 事实上它用这个政权当作一个工具 我们今天讲究乌克兰政权 被美国比较大幅的长度以后 它以乌克兰政权的作为做一个工具 那这个作为是这样 是把它的对手 美国的对手 也同样是它掌握的政府的对手 把它一步一步逼到墙角 到最后让这个被逼到墙角的这一只 这一只已经受伤的野兽 它开始反扑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美国控制住了这个政权 比如说我就说乌克兰 那承受到这个 被美国跟乌克兰一起联手 把它逼到角落上的 所有的这种负面效果 那么美国呢 在户中获得极大的利益 那今天我们如果这样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不会回去说 哎呀什么北西有问题啊 当时不加入乌克兰 因为你是把现在这个问题 你先把定掉了 所以你再回去说 那个错这个也错 可是问题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站在太平洋的彼端 甚至隔了那么远 我们这真的是很冷静 在看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这件问题今天第一个 你今天你去 泽伦斯基你去怪Murker 你去怪那个这种 你能够阻止你今天乌克兰人民 在战场上继续丧失亲人 是丧失生命财产吗 他没有啊 他没有把他的所有的注意力 关注在这一点 你去关注别人 回到历史问题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 现在这个政权像不像 这个政府像不像 天天搞转型正义 天天去找历史里面找问题 这个就是一种怎么讲 一种政客的一种 谢泽 还有一种烟幕弹 他把他目前造成的一片 怎么讲 一片混乱 他去找别人 他去找过去 他不看他现在 你今天你作为 你泽伦斯基作为乌克兰的 这个合法的一个领导人 你应该想怎么样 让你的老百姓停止受苦 而不是在那边 在那边不断的怎么样 在那个已经 应该要停止战争 已经不晓得为何而打的战争 你讲了那么多 你今天讲这个 讲那个 那为什么你在 你在谈判之后上 你要准备要放 你要保持中立呢 你准备要放弃北约呢 对不对 你既然都做了这些的 这些让步 你这场战争还能够 还要继续打下去 有什么意义呢 你到底是为谁而打的 对你现在又不要 要保持中立 又不要北约了 对不对 那你当初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你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又可以放弃 那你还打干嘛呢 你的老百姓现在 已经跑出去四百多万了 你这个今年的GDP 你已经跑掉四成了 你的整个重建 可能是五千亿美金以上了 那你这场战争还打下去干嘛 最终了 人命关天 人命关天 他的老百姓人命 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跑到历史上去 这边东怪西怪的 对 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民主政治 选出一个 没有那种能力 担当这个重任 然后又只会做表面功夫 然后对于现有的趋势困境 又拿不出解决办法的 一个烂领导人 才会做这种事情 东怪西怪 本国他今天所有事情都要怪别人 你看他今天跑到任何一个议会都怪别人 那他现在怪到 怪到现实的怪完了 怪到什么 怪到已经卸任了 他将来以后再怪到彼得大帝去了 好 为了四张议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泽泽斯基前几天又出现在这葛莱美奖 他已经无孔不入了 说真的到每一个地方都会好好来请乐大家 那当然旁边有一根一直在帮他煽风点火 当然就是拜登啊 拜登现在又重生了 因为俄罗斯在这个不查阵犯下的暴行 他说他再度说普丁就是一个战犯 而且他真的很残忍 也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吧 另外他们也援助了乌克兰 说这个远程的空中防御系统 被认为是重型武器 要进入乌克兰了 当然像北欧的国家还有英美各国 但是现在投入很多的重装备 要进入乌克兰 但是我回到刚才介了大使讲这个逻辑 这样子一个重装备的持续 持续进入乌克兰 进行这个战争对抗 我想请问大家 请问这乌克兰的这些在当地的朋友 这样子战争这样子生活要维持多久 要维持多久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说在某程度上 能够有个比较和平的日子 然后接下来的这些 包括是停战协议 或是未来怎么样去做一个 这个秩序的安排 我觉得美国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 多发挥他自己的影响力 大家期待美国不是一个军火工艺上 全世界有任何战争的时候 变成一个战争拉拉队 我觉得现在包含一些舆论 这个好像战争是一个 一个很美的一个对决 用大家用力量 然后要不断的为这个战争 来做这个拉拉队在旁边的这个呐喊 确实以弱的一方 较弱势一方对抗强权 大家会给予比较多的关注 但是大家想一想 受伤比较多的 受辛苦比较多的 是不是也是比较弱的一方 那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泽伦斯基也好 我就有必要为他自己的国家 结束这样的战争状态 你现在去怪梅克尔 或是说我希望说是欧美各国 给我更多的武器 但是武器引来什么 会不会引来俄罗斯更多的攻击 更多残暴的一些手段 大家知道这个战争打到最后 其实心理很重要 我们大家看说这个战争心理学 往往是最后战争 能否胜负的一个关键 大家是觉得说 我现在不断的把一些重武器 攻击给乌克兰 希望他能够抵住 但抵住多久 两个月三个月还是一年两年五年 如果再继续战争持续下去 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那再来 我们现在对于俄罗斯的一些领导人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西方各国 包括我们自己 旁边都可以做一些研究 因为俄罗斯的 他的整个国家的成长的背景 跟他的一个茁壮的逻辑 跟欧美不太一样 跟欧美不太一样 当面临到这些 在做这种对抗的时候 他的领导人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会不会说你越是拳头越硬 俄罗斯的他的初权的反击力量就越大 那到最后的战争就像无限的拖长 那无限的拖长对谁有利益 我坦白说这很难说 那对美国真的有利益吗 还是短多长空 对长期来看 也是会受到一些伤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当然有一些折冲 有一些和谈正在进行 那大家希望是美国 能够发挥在这上面的影响力 而不仅仅只是担任一个军火库 军火公司的一个角色 否则的话这个所谓的世界强权 实在太好当 出来的时候骂骂人 然后能提供军火 但是别人打得正火热的时候 你没有发挥影响力 把这战火压住 这不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态度 那教授我问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北溪2号 因为他在事前就已经先暂缓了嘛 不签署嘛 因为发现说俄罗斯这边对他比较有利 那北溪2号本来是说 要让他们不要走陆路 走海底的管线 那这样子当然输出的这个费用 也比较便宜一些 那现在目前欧洲客国 对他抵制了了一时 制裁了一时 能够制裁一辈子吗 目前北溪2号线的公司 因为它的总部设在瑞士 它营运不下去了 它已经宣告破产了 这个主要的就是因为它无法营运 他们当初投资的是90亿美元 俄国的天然气公司投资45亿 他们占一半嘛对不对 俄国占一半45亿 然后德国 法国 荷兰等 五个国家各占一半 所以也占了45亿 那这条线本来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应该要通了 那是美国阻止 美国阻扰 美国阻扰 但是德国认为德国还有欧洲的 中欧的还有西欧的国家 他们需要天然气的国家都认为 他们真的需要稳定便宜的天然气 那由于过去的天然气是经过乌克兰 所以要给乌克兰过桥费 每一年就是几十个亿美元的过桥费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 然后再加上俄国跟乌克兰常常吵架 因为俄国认为我输送出去的天然气 有多少 怎么到最后欧洲端所收到的是多少 那中间的这个差价是被你乌克兰偷走了 所以他们两个边常常在打官司 就是说我明明白白的数字摆在这里吧 我打出多少天然气出去 那怎么终端收的是那些 那经过你这一段的时候不见了嘛 那所以一直有纷争有矛盾 那这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事爆发以后 也没有人在谈这个事 不过就德国人来说 德国是八千多万人口 这么一个大国 尤其它是一个工业为主的大国 它的工业要出口的 那你想想看它的能源需求量真的很大 法国的能源需求量也很大 因为法国也是工业的一个大国 虽然它也是农业很强的国家 可是它也是工业大国 那你想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这些 它本身都需要这些能源 那北溪二号线如果就经济的价值来说 它并没有错 这个是符合欧洲人的经济价值 那当然你的换过来的那一定是对俄罗斯的依赖就更高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如果不依赖俄罗斯你就要从美国进 可是美国进的是液态的 的这个天然气 第一个航程远然后气候的不稳定再加上昂贵 那这个对不符合你们的利益嘛 那俄罗斯来讲就符合你们的利益 北欧的也就是说挪威的供应满足不了卡达的往北送也满足不了 所以如果就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们当初的决策并没有错了 那这个总统现在是被道德绑架了 所以他不得不说我错了 其实事实上如果就德国的经济利益来讲 就欧洲的经济利益来说 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没有犯错 像梅克尔也说他不后悔啊 那梅克尔这个部分里面 我倒觉得我们的历史上要给梅克尔一个公道 为什么 2008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乌克兰就申请要加入北约 梅克尔阻止了这件事情 所以梅克尔阻止了这个战争 我觉得目前来讲 你很明白的看到了梅克尔的远见 现在反过头来要来怪梅克尔 我觉得这个是太没有道理了 因为梅克尔知道 如果你乌克兰加入北约一定会爆发冲突 为什么 因为已经威胁到俄国的直接安全 那俄国一定不可能忍耐 不可能忍耐就一定是战争 所以梅克尔他为了要阻止这场悲剧发生 他也阻止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好那你看梅克尔卸任以后 美国还有欧洲的 还有英国等这些政客 还有泽伦斯基 他们不断地在引诱泽伦斯基 要加入北约要给他保护 泽伦斯基后来铁的心入线了 就是他们要加入北约入线了 入线了进入宪法了 那是代表取得了乌克兰的国民的共识 他入线了 然后呢他极力地要加入北约 而美国跟英国承诺 美国说我的承诺坚若磐石 我一定会保护你 我一定会让你加入北约 可是你看果然梅克尔的判断 没错嘛 可是梅克尔已经下台了 那果然梅克尔的判断没错 就爆发了战争嘛 爆发了战争好 现在战争打成这样子 美国也不出兵了 然后在乌克兰说 我不加入北约可以了吧 那早知如此为何不听不进去 梅克尔的话 现在再回口头来骂梅克尔 说你当初就不应该阻止 当初如果不阻止 两千零八年就战争了 那怎么还会拖到两千零二十 2022年才发生战争 那等于是14年前 这个冲突可能就爆发起来了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梅克尔的判断政治决断 他是成熟的一个政治领导人 而且他的决断是正确的 阻止了这场悲剧发生 应该讲是现在的 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 跟美国英国的这些政治领导人 很不负责任的 然后一定要让这个乌克兰 加入北约 然后乌克兰也一定要 加入北约的情形下 就按照当初梅克尔的判断 就是会发生冲突 果然发生冲突了 发生冲突以后 乌克兰说我不加入了 我不加入了 泽伦斯基到处讲 我不加入北约了 那你早知道会发生这个战争 你就不要加入不是就不会发生 而且你当初听了 基辛吉的建议 听进梅克尔他们这个老一辈的 政治家的建议 你就不要做这件事 这个悲剧不会在乌克兰身上发生吗 乌克兰怎么还需要死这么多人 一千多万人成为难民流离失所 我觉得这些政客 现在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然后回过头来怪梅克尔 我觉得历史要给梅克尔一个地位 就是说如果不是梅克尔 这个战争可能在 两千年八年就发生了 因为梅克尔 梅克尔阻止了这场战争的发生 那现在是不负责任的 英美乌的这些政客 让这场战争发生 当然俄国侵略乌克兰就是不对吗 这是我们的立场都没有变 俄国侵略乌克兰就是不对 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在于说 可以主持这场战争的 因为梅克尔也知道俄国 也一定会侵略乌克兰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 你想想看今天乌克兰 执意要加入北约果然就侵入了吗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境下 回过头来去算那个梅克尔的账 要栽账抹黑梅克尔 坦白说我跟梅克尔没有关系 我跟德国也没关系 我只是要讲的是说 这是历史上的公道 历史上的公道 还是应该还给真正的政治家 现在就是一群政客 这群政客都是不负责任 所以他们要把这些政治责任 都堆给这些负责任的政客 这是很不要的 很不道德的 但是我觉得国际的政治 不能沦落到如此的 不道德的一个标准 教授我问你 立陶宛下也喊话说 希望欧洲各国可以呼吁加入 就是一起来制裁 不要用到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 那现在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发现立陶宛本身 并不真的这么仰赖 俄罗斯的天然气 立陶宛就更不道德了 为什么说立陶宛更不道德 立陶宛这个小国 它就有两百七十多万人 两百七十九万吧 两百七十多万人 它本身的工业才占百分之二十六 它以服务业为主 所以你看以服务业为主 服务业大概占百分之六十九吧 服务业占到百分之六九 快七十了 工业才百分之二十六 其他的百分之三是农业 这样的一个小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能源的需求量这么的少 所以它的能源是由挪威供应的 以及由波兰来供应的 可是波兰有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所以你不能够说波兰 从俄国的进口天然气中 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你波兰可以给这个立陶宛 那你又要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这个等于是间接的 你还是输送过去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立陶宛的有一些电 它是从俄罗斯那边进来的 还有就是天然气管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天然气管 有经过立陶宛 立陶宛仍然收这个过路费 对 那也就是说你三个都收了收 你今天说 你看我现在很干净 我没有拿俄罗斯的天然气 我们要来继续听听看立陶宛的 我们先进一点广告千万不要走开 但教授他其实在2010以前 他其实有更好的条件可以来抵制 因为他原本是比较靠核能发电的 但他为了加入欧盟 所以他就输成了对不对 所以他的核能本来也就是使用俄国的系统 那使用俄国的系统 那由于他当时要加入欧盟的时候 欧盟说你用俄国的系统 俄国有发生这个 那个川诺比 因为那时候乌克兰 还是在俄罗斯里面嘛 他说因为俄国有这个发生 称洛比的这个核灾事件 所以你不能够用俄国的这个核能系统 所以乌克兰 立陶宛当初为了要加入欧盟 所以他本身就愿意把这个 俄国的这个核能系统慢慢的减少 然后就一个一个这样的太厨 所以立陶宛它是有一个 转换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再强调 它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人口很少 土地面积比台湾大了 但是人口实在是很少 地广人稀的这样的一个 很小的国家 这个小国喔 而且欧盟因为前段时间 上个礼拜吧 应该是上礼拜 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们有开会 有开会就是在讨论是不是 用不能用卢布 来支付天然气的问题 那欧盟后来共同一个决议 就说那欧盟就不强迫了 因为没有达成共识嘛 那欧洲的国家 他们是走共识绝的 那没有共识的情形下 那就不强迫规定说 不能用卢布来支应 所以匈牙利就宣布 他要用卢布来支应天然气 还有这个斯洛伐克 我记得是斯洛伐克也宣布说 我要用卢布来支付这个天然气 那这样的话就疏解了 欧洲的相关的国家 因为他们都很不愿意说 到时候因为拒绝用卢布的话 这些欧盟的国家都被列 俄国列为不友善的国家 所以一定要用卢布 不然的话俄国会断天然气 因为应该在月中或者月底 就要开始付钱了 那你不付的话 天然气可能会断 所以这些国家也就松了一口气 既然欧盟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决议 你立陶宛今天故意的说 我都做得到 你们为什么都做不到 这样子等于是你公然的 让你其他的伙伴们 因为当初已经有开会 大家已经做了一个决议的说 那我们就不强迫了 然后你自己做到了 你就做到嘛 那我们就给你鼓鼓掌嘛 但是你不要就是说 我都做得到 你们为什么可以做不到 你们做不到 这表示因为你们不愿意做 你们不道德 我觉得乌克兰这样做法 对于欧盟的团结并不好 而且让欧盟很多国家 颜面很难看 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国家 这个政治炒作 尤其是为了要巴结 美国跟英国 我觉得巴结也太过了 不要忘了你是欧盟的国家 你不是英国美国的国家 因为英美的 央盟的撒克兰集团 没有把你含在里面 你也不过就是 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也是欧盟的成员国 但是今天是在欧盟里面办事 你应该还是要 多考虑欧盟的立场 而不是多考虑北约的立场 有一个讯息呢 我们要请既大使帮我们 稍微分析一下 到底这是认知作战假讯息 还是真的有可能 因为有所谓的这个前俄罗斯的首富 他说普丁的真实计划 是要征服 接下来下一步 就是要征服这波罗的厉害的三小国 我不知道他首富 他有没有说是普丁亲口跟他讲 还是他自己推断的 梦到了 还是普丁说梦话的时候 被他听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话的话 都是他的推测之词吧 那推测之词 我看过也有很多人在推测普丁 有的人说普丁真的想打的 是波兰 那不是这个波罗的厉害三小国 那么所以 就是说在拆普丁 真正这个好 脑袋也在想什么很多 那拆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真的不晓得要听谁的事 是比较有可能的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波罗的厉害三小国 基本上跟俄罗斯之间 事实上的这个冲突没有那么大 他也没有在他的这个国内 走这些纳粹化的路线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 他也没有在国内这种 像乌克兰在过去这么多年 那么这个就是说 对于迫害他这个 国内的这个俄罗斯裔人口的这种作为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波罗的海三小邦加入 北约的时间比较早 那时候俄罗斯当时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跟西方是在和解的过程中 甚至有一度俄罗斯自己讲 我也加入北约好了 那是那个时空条件上后来加 因为北约后来一直往东扩以后 2008的那一场 那个为什么会打那一场 为什么提2008 2008北约是准备让两个国家加入 一个是乔治亚 一个就是乌克兰 可是乌克兰现在讲这句话 他不知道 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立刻俄罗斯就出兵乔治亚 在乔治亚已经打了一仗 所以北约才往后退了 所以才没有乌克兰加入的问题 那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已经到了乌克兰的这个 到了俄罗斯的核心的这种利益的时候 那俄罗斯就讲 那这个说出来 这个三小邦对俄罗斯基本上 威胁并没有那么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俄罗斯在这个三小邦的南边 在这个波兰的北部 有一块飞地叫加里林格勒 这个加里林格勒 事实上布有重兵 跟有重要的攻击性武器 所以事实上 那个三小邦对俄罗斯 制造不出来太大的威胁 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说法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他怎么想会做这个结论 我不太清楚 不过另外一个讲法 我忘记谁讲的 不过就讲 他说俄罗斯最想打的是波兰 那因为波兰事实上 今天在这个整个的欧盟里面 很多策动反俄的 这一些各种的这种 邻国的有关反俄系 都脱不了波兰的影子 你知道这个乌克兰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状况 东乌克兰西乌克兰 今天波兰曾经常在历史上统治 乌克兰统治了三百年 所以乌克兰人今天为什么会被东西 因为一半姓天主教 一半姓东正教 这个天主教的人口就是 波兰统治的时候 那么造成的 所以在乌克兰这个冲突里面 其实你要历史稍微前推几十年的话 其实是俄罗斯跟波兰 长期在角逐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焦点 所以你今天要说真的要 要俄罗斯比较认为对它威胁大的 应该是波兰 所以你看波兰最近反应很多 波兰说希望美国把核子武器 那么部署在波兰 波兰希望美国的这个驻欧洲的军队能够加倍 这就显示波兰才知道他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不是那个三小邦 那三小邦说实话还不到那个分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话 我觉得跟我们一般 我听了很多外面的这个认知 是有差距的 而且这个首富他这个讲法 我觉得是不是他跟这个三小邦有点 有点嫌隙 故意陷害他 或者吓一下他 这个国际上都是借刀杀人 我们现在看到已经这个 这个乌克兰已经变成人家的刀了 去杀别人了 可是这把刀已经快砍 自己本身要砍断了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 这个国际上面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种带风向 我觉得他们不是发掘真相 他们是想要怎么样 他们是有目的的 他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 立陶宛真的怕的话 真的想要自己很处处境这么困难的话 他就不会第一个说 我禁止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然后呢我也希望欧洲国家都发挥 像我一样的道德勇气 不要去买俄罗斯的这个 他还敢站出来在这边大好大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说实话 第一个战略上对俄罗斯不重要 第二个分量太小了 他也没有办法兴风作浪到什么 可是波兰可以 所以真正说起来话 真的现在比较紧张的是波兰 而且他跟乌克兰的这个历史的情节 也会让俄罗斯 对波兰 我想想心里面不是有芥蒂 而是他会把这些很多 乌克兰过去独立以后的很多 内政上的变化 他们会很清楚知道 这个起源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位富豪的说法 我觉得就听听罢了 曾经因为我比较想问一下 就是无论如何战争都是无情的 那其实包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这个乌克兰这边也在控诉说 他被俄方的这个不人道的对待啊 譬如说 或是乌克兰士兵他们呢 被埋在坑里头 或是被关在密不透风的车库里头 不给食物不给水 还会定期抽一个人出来 用步枪的枪托去殴打他们 那但是德国总理肖子自己也说 曾经已经警告过了嘛 如果今天你不要加入北约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乌克兰就是非常的执意 那这个刀已经出鞘了 他想要回去也不行 他在等那么一个人 那个人什么时候 才要让这个烂系下装呢 这个烂系看起来 短期之内应该看起来 没有下装的可能性 除非俄罗斯跟乌克兰两方 真的是能够开诚布公 然后大家对于相互的条件 能够彼此接受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 上个礼拜在这个土耳其的谈判 本来是说见了曙光 但是后来就说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对于战争好像 都有自己的坚持 再加上泽伦斯基这个乌克兰 这一阵子以来 就是也在强化他的宣传战 所以让泽伦斯基感觉 他自己更有底气 然后更有筹码 去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但俄罗斯这一方 就看得更不爽 搞这个国序宣传 然后呢 敢于是把我的拳头 不当一回事 好你看这两天 他对一些 对一些这个乌克兰的城市 比较属于中小型的城市 又进行一些猛攻 然后又拿了一些他的土地 或是有一些战俘 这些事情出现 所以刚才就在网络上传出说 有的战俘被虐待啦 然后双方都有互相控诉 你也虐待我的战俘 然后呢 给另外一方呢 给予不人道的对待 那这样子的一种 国际上的新闻都很多 其实坦白讲 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几乎没有能力 去查证这样的新闻 是否是属实 然后在这战争 在任何一方的战争的手段 是否是真的是人道的 还是这个过于残暴 但是我觉得大家想一想 战争打到后来 大家都已经打到有点 心里面也不爽不愉快 比如要争一口气的时候 战争没有什么人道 战争都是残酷的 那看到对方的人 被自己俘虏的时候 搞不好那个气 就会揍你一拳 串你一脚 这都会衍生后面 很多不人道的事情出来 所以我觉得双方 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甚至像比较有影响力的 德国这些国家 我觉得要多拿出一点 对于和平的坚持 跟道德勇气出来 不要看到两边在打架 绝对说我们自己的势力 可以趁虚而入 或者说那种 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我觉得得失之间 很难去看现在的这个胜败 去做衡量的 所以你说美国 我刚才讲 美国一直提供武器 北约一直提供武器给他们 但是真正哪一天会得到和平 我觉得对整个欧洲局势都不是好事 所以希望 你站在我们比较远的角度来看 真的希望这个战争早点结束 我也希望我们的媒体 不要做那个战争拉拉队 好像这边看了战争觉得 哇我们在隔岸关火 两边就比拳头 然后比这个新式武器 看哪边的武器 用在战场上能发挥最大的效能 这个队伍我们来说 坦白讲别人打仗 我们看像那个花边一条 但真正牺牲的就是乌克兰 他自己的这个性命 跟这个政府的存续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还希望 就美英各国 就拿出自己的道德勇气 迫使他们走上谈判桌 然后该给予彼此的安全空间 我觉得要彼此尊重 60年代 苏联要在古巴射飞弹 那时候美国不是也是 大啦啦的去做进行封锁 所以每个国家的安全距离很重要 那教授我想要最后问一个 这个我们的Dear Daniel 也在里面赚取了很多的政治红利 跟他自己个人的声望 因为他去上了希腊最古老的日报 焦点报 再度重申 我们台湾在这台海危机当中 会坚定守护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绝对不会屈服于大陆的威吓胁迫 我想我们的 文教部部长 他会在这个全版 因为这个文集应该最清楚 这个当然要花多少钱 要花不少钱 反正都是 不是他出钱就得 业配业配 所以我们那些人出钱 所以我们外馆 我们要花了不少钱 当然这一定是透过外馆 去协调当地的媒体 然后要付给他 非常让他心动的代价 他才愿意在头版帮你登 因为现在报纸经营不容易 尤其是纸面的报纸 我们这个旺旺的最有感受 因为我们的纸面的媒体 经营得很困难 所以如果有很丰厚的报酬 那当然何乐不为赚这笔钱 但是影响效果有多大 这个是因为希腊在欧盟 或是在北约 它本身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重要的国家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希腊跟大陆关系非常密 尤其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欧洲节点 目前来讲希腊的最大的港口 就是完全由中国大陆来经营 过去只有经营一个码头 那后来因为中国的远洋轮 中远轮在那个地方经营的很好 所以后来欧盟他们就要求 那时候希腊发生债务危机 然后他们就要求说你整个港口 都应该由中国大陆来承接 那所以中国大陆承租 承租了以后帮他们经营 现在对希腊来讲每一年的收入 非常的窝厚啊 所以对希腊人来讲很开心 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那么财政的问题解决了 税也较多了 但是我觉得吴钊燮的这个说法 因为好像就是说都在蹭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事件 这个悲剧也就是各位 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想想看 二月二十四之前 二月二十四号之前 我们所看到的乌克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 商业的生意照做 街道漂亮 我们的留学生在那地方读书 生意商人在那地方络绎不绝 那大家都觉得不会发生战争 二月二十四之前 那所以这个很多人还是上街买东西 打电话吃馆子喝咖啡等等的 但是一夕之间变色了 现在的乌克兰满目参与 尤其是乌东这个地区里面 战火所交战之处都是满目的参与 吴钊燮他们本身对大陆的这种挑衅的动作 尤其台湾的台独 目前来讲一直就是唯恐这个天下不乱 唯恐解放军不来打台湾 然后一直鼓吹台湾的阿巴桑 拿那个这个番茄罐头 就可以把一架直升机打下来 不断的在做这个新闻 这怎么可能的事吗 各位您想想看我们的阿兵哥 我们就拿我们的阿兵哥好了 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阿兵哥 他丢手榴弹 瞧这麽一颗手榴弹 他能丢多远能丢一百米吗 能够丢五十米吗 其实都丢不到 对不对大部分 那除非我们的棒球狗手 一般来讲 你一颗手榴弹能丢几米 你一个番茄罐头 你要丢几米 直升机飞到你头上 十几米让你丢 十几米你早就被风吹掉了 连这么一点点的尝试都没有 然后民进党的台独还一直宣战 这个阿兵哥拿一个番茄罐头 就把直升机扎下来 番茄罐头阿兵哥能丢几米 那直升机我再强调 直升机飞到你上头二十米 你已经被风吹的已经站不住了 然后你还用罐头去丢它 还可以精准命中 还可以精准命中 你还能够丢二十米高 这到底是丢千球还是丢罐头 还有这个地心引力在拉 所以我是觉得 连这么样的一个尝试 也都知道不可能 乌克兰的宣传 都可以把它说为真 而你还相信 而且民进党还不断的说 我们人民都可以当战士 击败解放军 你看厉害吧 还有一个下毒的 给你喝酒的 给你做毒面包的 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 到处上当下下 老百姓都可以毒死解放军 义和团 了不起现代的社会 这些连尝试都没有 那何况讲的那一些 民进党的政客 每一个人都是高学历的 旺旺水神抗俊逸 它在整个的物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器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器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喔